我會握住一邊 沒有咬牽的這一邊 就是長勾 拋的時候啊 我就是往右邊丟 它就會旋轉 它已經往這邊爆了 然後就打 Oh Gilles 配重還蠻重要的 配得好的話 那個訊號就會給得很漂亮 眼淚是召喚 要把中間的蝦子都摳過來 輕輕點一下 有沒有 快三斤 兩個小時 39隻 不錯 長短勾 以前長短勾是主流啦 那現在變成非主流 因為都用天平嘛 那還是有很多人一直在使用長短勾 我自己用的長短勾 釣法也跟別人比較不一樣 譬如說我會帶旋轉啊 還有我會加長短勾 那就是一些小技巧 因為後期就幾乎沒什麼人在拍長短勾的影片了 那我們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屬於我自己的長短勾釣組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那先讓大家看一下我的釣組 因為我大概有兩年沒有釣長短勾的 沒有什麼把握 但是應該不會太差啦 那我們看一下我們的釣組 這是我那天綁的長短勾 然後今天會跟大家講說 其實長短勾也是蠻容易雙工的 只是這是需要一些小技巧 然後線我已經先綁好了 那我的線流7尺 然後我會再到線長的時候 再重新調整一次 線特別長有沒有 竿子線這麼長 我先調整線的長度 因為這竿子是算蠻軟的 所以我大概會調到7尺竿6尺線 我大概會這樣調整 我這隻是從下面調整 因為我還沒 隨身還沒大好 所以我可以先從下面調整 一樣用這種方式 到兩邊 三圈 那我們這隻用的是 倒折的長雕 這隻 這是我請朋友幫我訂做的 這是長短勾用的 那我們一樣要先配種 先放到濕水線在哪邊 一樣我會使用的是質感料組 就是大家所說的那個 雞長座 配完種之後才知道說 濕水線在哪邊 長短勾 然後我長短勾後面 都會加一個長型擋豆 我現在要調整圖標的配種 我們現在看起來它是 需要再一顆咬鉗 因為它的那個 飆升的這個底座還在 這個地方還在 我希望它配到這個地方 剛好 彩色跟黑色的第一條線 所以我再加一顆8號咬鉗 配種還蠻重要的 配得好的話 那個訊號就會給得很漂亮 現在用長短勾真的是 整個釣場裡面算是 標新利益 以前釣天筆是標新利益 現在釣場短勾是標新利益 OK啊差不多 還有露出一點點飆升有沒有 那個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新的浮標 大概吃過水之後 它會再加成一點點 然後再加上那個耳的重量 它會再減少一點點重量 所以這樣的標準是OK的 好那我現在開始量水深了 我忘記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指線 我的指線是 長短勾都好 我是綁60公分對折 然後勾距是4公分 歐熊的開門場非常好釣 我一來的時候就已經滿了 大家是狂拉 因為輪到我應該就拉完了 有沒有現在浮標已經 到了我想要的吃水線 因為新標它會吃一下水之後 它就會慢慢到它正確的吃水線 這一顆長短勾的水深棒 不知道怎麼覺得今天有點緊張 還涼水深 還滿深的耶 差不多囉 還差一點我要跳1公分 所以我應該要浮標往下調整 那調整就像我上次講的 就用擋兜下去做測距 往下推1公分 它就是往下吃1公分 這樣就很明確了 OK 那我再量我要釣的位置 然後剛剛好1公分 這邊比較深一點點 然後我最邊邊 最邊邊比較淺 我的正前方跟我的左手邊 大概差1公分 吃字不平 長短勾最吃香 這邊右邊更深 這邊大概要挑2公分 所以你要記住囉 右邊最深 左邊最淺 如果你知道你的磁底的深淺 你就知道你什麼時候要提早羊肝 什麼時候不用提早羊肝 因為如果比較深的地方 蝦子勾到的時候 時間會比較長一點 比較淺的地方 通常只要有訊號的時候 它就一直走訊 好了 開始尖二 好 紅色開場 一樣搖一搖 搓一搓 剪一剪 好 再搖一搖 抖一抖 好了 好 開單 這個網子配這麼好喔 配這麼專業的網子 如果釣不好我就 有點尷尬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它這個長擋豆 點起來之後就會這樣子 有點開開的 然後再加上我們待會在POW的時候 用旋轉的方式讓它出去 它就會下水的時候 是兩邊開開的 來囉 訊號來了 欸 夾了 等它一下 成了 好了 有訊號了 點 直接 加 這個很重要 要學起來喔 因為這個很少人這樣教 我會握住一邊 沒有咬籤的這一邊 就是長勾 然後泡的時候啊 我就是往右邊丟 它就會旋轉 就這樣這樣 會這樣子旋轉 它下水的時候就會分開了 OK 下水 來 訊號又來了 很小的訊號 有沒有 沉下去了 站起來 好 不要理它 這是走訊 你看 勾兩下 好 它再站起來喔 有沒有 來 準備開槍 點 又是長勾 所以我要調整一下我的短勾 因為剛剛那個 勾子啊 這邊會撐開 撐開的時候代表說 勾子會騰空 所以我必須要再 讓一公分 我每次在釣的時候 就要調整你自己的浮標 長短勾的好處就是啊 不用擔心說實體不平 像我們剛剛在量的時候 右邊啊 就是比較深 左邊比較淺 它現在 浮標飄到右邊啊 你也不用擔心說 兩勾成空 就是去保持讓它 這樣子就好了 因為你有一勾 至少是著地的 哎呦 放下了 放下了 量還蠻多的 撐一下 來了 走訊 剛放下都這樣 打到 管勾 的右塵 剛放下管是不一樣 沒關係 等它一下 又浮起來了 它現在是夾著沒有吃 我們現在教大家怎麼看訊號 它現在是夾著 沒有吃 所以夾了之後 訊號少了 欸 它往嘴巴送 這是浮標語言 往嘴巴送的時候 浮標就會沉一點點 如果 你要調正吃的話 你就等它一下 橘胜這一塊啊 只要沉了不動 代表它已經 往身體爆了 現在還是一樣喔 夾著 白色又浮起來 有沒有看到 白色又浮起來 我清清淡看它會沉 如果它會沉 代表說 因為地是斜的 它有一門溝 可能是拖地 欸 果然是 這一溝應該是長溝 好 很久了喔 來 它已經往身體爆了 然後就打 靠靠靠 有有有 要動 要動 大隻了 正吃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當它開始夾到 你揚乾這個過程 是很明確的 不會有模糊感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啦 當然阿波的話 因為它比較短 所以它會有很多 你可能不會發現的訊號 這個沒有所謂好壞 其實有些人就喜歡調單純一點 像我喜歡調複雜一點 就是 常標的訊號越多 我可以知道它下面在幹嘛 然後我可以知道說 我什麼時候 什麼時機要揚乾 因為蝦底就固定那些而已 別人拉完了就沒有了 你如果速度沒有比別人快 你就是沒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歐熊 它之前是在 汐止 那個土地因為 被重劃到馬路 所以他們就 遷移到桃園這邊來 這邊是以前的泳服 那現在改成歐熊 歐熊 它們 很有名的就是炒泡麵 對啊 我還沒吃過啦 可是幾乎每個人來 都是一定要點炒泡麵 他們的價格 就以桃園來講的話 不算是最高的啦 但是他們的量是最多的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可以來看看 因為它的環境 重新整理過之後 變得很漂亮 我覺得 它的蝦枯是在 中間那三顆水泡 因為全場就只有這個 中間三顆水泡在拉 其他都是零零星星的 沒關係 我們努力一下 來喔 輕輕的喔 點 又來了 眼淚一直召喚 要把中間的蝦子都摳過來 來喔 來喔 點喔 輕輕點一下 有沒有 我通常只要一起蝦 我就把兩個蝦都換掉 這是我的習慣 細節是完美的總和 所以我都有很多小小細節 但是我也不知道 怎麼跟大家講 這是不是大家會不一樣的 因為其實我釣蝦釣很久了 我只能講 一個很大的方向 讓大家知道說 什麼是細節 什麼地方要注意 譬如說水深啊 水深最重要啊 然後你也可以多尋 因為我自己是習慣釣定點 其實我釣定點多數都是為了測試自己的耳 當然如果說要拼量的話 你就是要多尋 多尋的話 量一定會比較多一點 那如果你找到蝦骨的話 就像他這樣子 就是都不用懂 一直釣原地就好了 是不是 Benson 每次在釣浮標的時候 尤其是長標 然後看這個水波 然後看浮標 慢慢沈下去 我就覺得好療癒喔 療癒我一下 大家說成他就沈了 慢慢囉 有沒有 上下 夾了 夾去 有沒有 夾了之後他就浮起來了 夾去 沈下去 夾 沈 爆 有沒有 爆了 現在爆了 有沒有 爆 半目 打 有沒有 這個從有訊號到羊肝 好像沒有超過十秒對不對 這就是長標的好處 順便教一下大家 為什麼我會放一個 橘色的標點痘 那個標點痘的用意是在幹嘛 除了 可以看線在哪邊 還有第二個用意就是說 可以知道 你羊肝的距離 所以那個羊肝的距離就是 標點痘 跟剩餘的母線的距離 像我習慣放在浮標的頂端 那那個距離大概就只有 大概十公分不到吧 所以你手腕發力大概只有十公分左右的距離而已 那如果說你放得越上面那個距離就越長 我不知道這樣解釋大家清楚 時間快到了 今天搖晃還算不錯 大家都很會掉 底都會牽得差不多 對了 還忘記跟大家分享一個重點 其實啊 如果你喜歡巡峽 長短鉤跟天平比較起來的話 天平比較適合巡峽 那巡的過程當中 因為它的開度比較開 比較好巡 那因為長短鉤的話 是這樣一長一短 所以你在巡的時候只有單點而已 所以這樣的效果是 跟天平比起來的話是 比較差一點 OK這個是分享給大家 我們數一下數量 沒有很好 先看幾斤好了 他們很用心耶 他們居然有襯蝦鑽用袋耶 放下去 快三斤 欸不錯 我們數一下數量 1 2 3 38 39 兩個小時 39隻 快三斤 對啊 我覺得不錯 可是我覺得可以再更好一點啊 我覺得位置沒有做到很棒的位置 那我們待會點一下它的炒泡麵 那這是蝦子 我就送給別人好了 哈囉 好人家 因為我沒有在吃蝦 送掉了送掉了 OK 那我們先吃完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來啦 傳說中的炒泡麵 非來必點 就算你沒掉你也要吃 還有一顆蛋 喔 純脆呢 純脆呢 我先幫大家嘗一口看看 我今天斷食 所以我第一口要先吃蛋 好夾 真的很好吃 喜歡這個油脂的操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它喔 你有發現其他這次爆紅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說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